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迎来上线播出之后 紧接着 李线也有一部新剧《人生若如初见》 被曝将有望于今年6月15日 迎来正式开播 而且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李线新剧《人生若如初见》 届时 或将有望向杨子肖战所领衔主演的大热都市情感剧余生 请多指教那样 同样上星湖南卫视黄金档首播 据了解 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 由内地实力派青年导演王伟 独立指导 知名编剧江崎涛老师 参与直笔 青年演员李线 春夏 魏大勋 周游等领衔主演 朱亚文特别出演 吴岳 李承儒 江涵 刘亦帖 白客 诗诗 蒋梦杰 乔振宇 刘敏涛等年妹出演 是一部颇具厚重感的近代历史传奇大剧 需要补充的是 该剧已经是李线与春夏 继电影恋曲1980后的第二次合作了 而且 接下来 两人还将会在内地知名电影导演楼叶所指导的文艺芯片三个字中 迎来三度合作 另外 如若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与《沉香如谢》真能够如爆料所言 分别于6月15日与6月24日先后迎来播出的话 那么 对于李线 杨子的电视剧粉丝而言 也将会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暑期关剧体验 大家认为呢 最后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两部被曝将有望于今年6月15日与6月24日 先后迎来正式播出的李线新剧《人生若如初见》与杨子新剧《沉香如谢》 分别持何种态度 期待吗 也欢迎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分享 关注区积极い Ram 参ologique